这个软件叫做Edge EDGE 原本是美国陆军的虚拟现实训练 现在也被学校采用了 虽然枪击案在屏幕上展开 可是学生的尖叫和哭喊都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模拟项目是根据真实学校中的真实事件设计的 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遭到枪手的杀害 在一些案例中凶手就是本校学生 嫌疑人进入学校导致混乱 这个软件教你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学生 让他们靠着墙壁站好 这个模拟现实软件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枪击案 老师 学生 警察 甚至用枪手的眼光来看待事件的发展 这个项目有很多的功能 让老师来尝试不同的应急方案 比如维基尼亚理工大学的老师发现 堵住教室门很有效 因此这个项目让不同校区尝试不同的方式 看什么最合适他们的环境 枪手对着一所小学的校门一阵扫射后 电脑显示出让人惊恐的画面 枪手走进了学校的过道 老师们堵住教室门 枪手手持突击步枪在过道上疯狂射击 孩子们尖叫奔跑 或者被吓得呆在原地 这个软件培训老师和急救人员 如何在枪手继续行凶的同时强救学生 我们坐下来听调度员的电话录音 听各个枪击案的录音 真让人毛骨悚然 你坐在那里思想 那些录音中发生了什么 怎样让执法人员 消防人员和所有人 更好地应对这些事件 我们如何提前为他们提供 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 当他们遇到生命危险时 不至于是第一次面对 研究人员研究了很多真实事件 比如科伦拜高中 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这个软件可以让几十名人员 同时在家里的电脑上 接受远程培训 让他们通过扮演警察 或者教职人员参加模拟演习 这个模拟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 采取预防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枪手造成的伤亡 设计人员让这个软件 尽可能地做到真实 你可以听到3D音响 可以听到从不同方向 飞来的子弹 如果让应该受到培训的人 受到培训 那么我们可以防止很多死亡 让人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 从2000年以来 三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案 都发生在校园内 研究人员希望 这项原本用来培训 战时在战场上自我保护的软件 可以让学校更加安全